欢迎收听由吉少居播讲的《论语朗读》与讲解 子章、子下这些人都是同学 孔子去世后,子章在教学,子下也在教学 后来,荀子这一派都是由子下这一派流出来的 子章、子下都有学生,有一天有这样一件事 子章小子下四岁,所以子下的学生叫子章要叫师叔 子下的学生碰到了师叔,就问师叔什么事交朋友之道 子章就反过来先问,你的老师是怎么告诉你的呢? 子下的学生说,我们老师教我们,对于可以教的朋友,就和他往来做朋友 不可以教的朋友呢,就距离远一些 子下就说,那对不住了,我当时听我们的老师孔子所教我们的,和你老师所教你的不一样了 这个子章也蛮会讲话,他并不是说你们的老师讲错了 他说,我所听到我们老师是说 一个人处社会,交朋友,要尊贤 有学问,有道德的,值得尊敬 而对于一般没有道德,没有学问的人,要包容他 对于好的有善行的人,要鼓励他 对不好的差的人,要同情他 假定我是一个有道德修养,有学问的人 自己是个君子 那么,对哪一个不可以包容呢? 假如我自己是一个混蛋 那么自己不必拒绝人家 人家已经先讨厌我了 何必还要去拒绝别人 这段记载得很老实 就是讲,子章和子下都是孔子的学生 一个教育,一个思想 但是,到了第三代就大变了 这就是说,一个学问的发挥 到了第二代,第三代,范围扩充了 方向就两样 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 就看到子章的见解 就比子下的见解要高明一些 做人的道理就应该这样 对于不及我们的人,不必讨厌他 要同情他 能够帮助的,就尽量帮助他 即使不能够帮助的,也要包容人 原谅人家一些 如果自己是对的 当然要助人 自己不对,就免谈 所以子章的见解 势必子下的高明 我们回头再来看一下原文 子下之门人 问交于子章 子章曰 子下云和 对曰 子下曰 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 子章曰 亦乎无所闻